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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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两根其实都是有重击能力 而且技术都还蛮不错了 对 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松上秋的教练员何志伟在疯狂的叫喊 要求他把所有的动作都用低扫去结束 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低扫 而且一龙奥语今年他们的运动员普遍的能力都已经有所提升了 对 作为一个年轻选手 然后最需要提升的就是在场上的这种捕捉战斗机会的能力 也不简单 经过哈亚的短期的调教之后啊 已经打的有模有样的 非常的规范 对 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双方运动员的战术有没有什么调整 对 那看一下今天松上秋的低肯定会不会出来 蓝方打得非常的放松 松上秋对于距离感好像始终不是感觉非常适应 一直在找 在找自己最舒服的距离 那蓝方自己都会偷练一些功夫 野路子的功夫 所以待会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冷招会用出来的 对 蓝方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组合 蓝方后退的步伐其实是非常的快的 松上秋还了一个组合 哎 撞头 对 两个选手由于靠的太近不小心撞到了头 基辅加低扫的组合 我们看松上秋会不会继续扩大自己的优势 这个松上秋的一个 后手的摆拳非常的纯重 对 很自信 现在用拳法再跟对手展开对攻 给人的感觉好像是 OK 我不用低扫 一样可以拿下你 那在松上秋在深圳站对上摩洛格的选手啊 力气的进攻在第二个个前高扫击倒对手 所以他的前高扫是松上秋的武器之一 很漂亮的飞机 我们可以看到 蓝方选手虽然在拼命的反击 但是整个比赛的节奏已经被松上秋抓在了手里 对 从鸡蛋效果到输出频率 松上秋都占了上风 那一同奥语的这些运动员呢 拳法好 还有后高扫都很准 哎呦 又一个后高扫 很重的后高扫 跟刚刚好光滑的后高扫是同一个同一个类型的 都是在空中会稍微停顿一下 然后很清脆的集中对方 这应该是一个团队的秘笈 是 好 刷球跑掉了 好 中扫 我们可以听到一龙奥语的教练员何志伟一直在喊一二三一二三 这就是一个前手加后手加低扫的组合 对 打个组合 因为教练员在整个指挥的过程中不可能喊得非常细 所以说就用数字来代替某一个具体的动作 因为必须要打三下 前两拳对手可能会把它封住 但是呢第三个低扫对手可能就挡不住了 对 立体的交叉的进攻会带来对手防守的更大的困难 是 对 感觉到宋少秋的后高扫在蠢蠢欲动 对 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 又撞到头了 然后宋少秋还是很依赖自己的组合拳的进攻 南方选手干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又落空了 对 古林罗曼已经渐渐展示出了他从李小龙那儿学到的东西 是 他不断地在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是 换架 这个跟李小龙的节圈道的这个精神恰恰是违背的 用直线的距离去击倒对手 是 这应该他好好学一学 我们可以看到宋少秋展开了一轮非常有效果的进攻 而且这个威力啊越来越大 推完就高扫 没有 距离没掌握好 对 想依靠自己的后手去终结比赛 由于对手连续遭到了宋少秋的重击 呃 现在已经已经不能组织起来有效的反击了 好 威力 哦 目前宋少秋的威力相当的相当的强 单打 我们也能看到古林浪漫的教练也很无奈现在 是 再拼命的再给队员加油 但是蓝方 要做最后的一个抵抗 困兽之斗 哇 效果 蓝方开始有点晃了 看到蓝方的缓击也非常的软弱无力 对 蓝方选手虽然体能消耗的很严重 但是还是在拼命组织自己的反击 作为一个运动员 这是应该有的精神 不到最后一刻始终不要放弃 永远相信下一拳我能击击倒对手 其实蓝方从野路子能够练到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 对 这是每一个优秀运动员成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好 宋少秋的后球直拳 宋少秋可以看到非常急迫的想把对手带走 每一拳每一腿都是朝对付对手的头部 头部发动进攻 现在宋少秋的吸法是从外面钻进来的 现在宋少秋的吸法是想钻过对方的报价 好 都从外面进来就相当不容易 最后十秒钟 这场比赛宋少秋占的比较大的优势 对 双方选手展开了堆弓 俄罗斯选手还是始终不愿意放弃 中场比赛的铃声响起 我们等待裁判的判发结果 二号裁判 二十九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比赛结果 红方向上 来 来